唯一死在床榻上的和亲公主,霍音太美,仅三个月就肖像欲损。 大家都知道,古代女人的影响力十分低贱,在那一个以男性为尊的时期,女士便是精神寄托,只有任凭家中男生操纵,可要谈起古代女人,那也是能够分为三六九等的。 例如公主就需要比一般女子的真实身份高雅很多,她们从初世开始,就过着一般女子连想都不敢想的生活。 但是,在这里光彩照人的身后,公主们也是有很多无可奈何之处。 点击订阅不迷路 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中,公主在古代的地位非常尊崇,她们漂亮优雅,身材婀娜,身上穿的是华丽的景服,无论走到哪,都会有无数仆人卑躬屈膝的在一旁伺候,这样的生活甚至令不少现代女孩新生相貌。 但是,这也不过是影视剧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罢了,真实历史上的公主们,其实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至高无上,世人皆知昭君出赛的故事。 为了两国的友好和睦,王昭君甘愿嫁到蛮荒之地,这也成为了后世不断流传的凄美故事。 但又有几人知道,王昭君嫁到赛北后的下场又是怎样。 今天的主角同王昭君有着相同的命运。 在春秋时期,齐国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面临推翻的风险。 齐景公时代,齐国早已不是当年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比拟天下的时候了,此时中原的晋国和楚国刚刚结束了延续百年的晋楚争霸,然后楚国差点被新崛起的吴国灭国。 智在争霸天下的齐景公分析形式,楚国看来是不中用了,只有联合吴国对抗晋国,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称霸天下梦想。 此时的吴国国君号称和驴,他在著名政治家吴子虚和军事家孙武的帮助下击败强大的楚国。 正要趁热打铁北上和晋国以及齐国掰掰手腕,吴子虚认为三方争霸必须要拉一方打一方,由于齐国的实力稍差,于是他建议吴王和驴向齐景公求亲,为太子波迎娶其国小公主,两家接亲后共同对付晋国。 齐国的国君希望以政治联姻的方式来维持齐国的统治,他很快将目光锁定了晋国。 当时的晋国兵强马壮,国家军事实力十分雄厚,如果晋国的国君能够娶齐王的儿女,便可解齐国的威局。 十里红装,锣鼓震天下,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所有人脸上都带着喜悦的笑容,唯独一人满脸泪痕局促不安。 这个人便是这个年仅十岁的齐国公主,远离了故国远离了父母,没有以往熟悉的人和事,小小的年纪承担了不该属于他的责任。 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她是公主,她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以大局为重。 所以,尽管再害怕,再不舍,也要披上红装灰泪告别父母。 齐王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晋国的国君,而在那个时候,公主还十岁不到。 等到齐王将公主送到晋国之后,晋国的国君看到公主的时候大为开心。 已经被公主的样貌深深地吸引,他发现公主不仅长相出众,同时他的模样还很地稚嫩。 晋国的国君已经预感到,等到这个公主稍微长大之后,一定是一个大美女。 当天晚上,净凭公变强行和齐国公主发生了关系。 十岁的公主身体都还没有发育好,还是一个年幼的孩子,如何能够承受得住成年男子。 这夫婿想来也没有多重视自己的妻子,不过是一个瘦弱国家的小公主罢了。 死了便死了又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哪怕是将这公主踩在地上,这国家的君王也不会说些什么。 妾妾娇姿,为安吟情羽翼,纤细弱智,纳尽路折风期。 今后后这个净凭公日日离不开这小巧玲珑,隐染红潮的小法宝,无停止的享用。 熬兼得少将精力枯竭,心力不支,煎熬这性命。 净凭公平生嘲弄女性多数,非凭好凡,对这小公主是如痴如醉,宛若有点中邪。 在此之后的三个月时间里面,晋国公开始不处理任何的朝政,整天在其公主的房间里。 结果,不到三个月,其公主就突然死去,至今还没有死因。 不过,可想而知,若不是净凭公要求太多,其公主怎么会死呢? 但晋王却没有丝毫的羞愧,因为在春秋时期,或者历史上的各个时期,越强越大。 即便齐王为女儿被晋王所杀而难过,也不敢出兵晋国,因为两国国力悬殊。 虽然民间的说法真实性有待考察,但短短三个月时间就离奇去世,这中间也让人浮想连篇。 然而,这就是古代女性的悲哀,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她们,只能任人欺凌,却无力反抗。 针对这名公主的死,史籍上的技术实际上并不是很多,乃至仅有短短四个字罢了。 由宠而死,针对这名年仅十岁的小公主来讲。 被当作平稳两国之间有益的专用工具早已是一件很忧伤的事了,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她嫁过来仅三个月的时间,就死在了床边,可谓是史上最悲惨的公主了。 十岁和亲,三个月不上就被灵性而死。 对比一下后来的王昭君和文成公主,人家两个不仅以一己之力使两个国家保持了长期的和平,还努力把中原先进文化传播到偏远落后地区。 然而齐国和吴国的这次和亲却相当的失败。 短暂的和平之后,两国很快就再次开战了。 这也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公主死了以后,还会有下一位,再下一位,永远有着无穷无尽的女孩来替贫弱的国家承受着不该承受的痛苦。 她们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国家,保护了数万万人民的性命与幸福。 可是没有人会记住她们,这是没有惨叫,没有鲜血的牺牲,虽不壮烈,但却更生壮烈。 小公主死后,被葬在了余山之巅,这是小公主死前的唯一愿望,因为余山的封顶,可以远远地眺望东海。 东海的对面,正是小公主的故乡齐国。 小公主的墓被后人称为齐女墓,在历朝历代都有记载。 《月绝书》中说,齐女思齐国,死葬于西山,南朝良代的简文帝在《昭真至碑记》中详细记载了齐女的故事,引得后人无限瑕疵。 齐女的命运,无疑是令人唏嘘的。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古代很多公主成年后的归属都是不尽人意,她们的婚姻常常是掺杂着封建统治者利益的。 有时候为了笼络大臣,有时候是为了维护两国之间的和平往来。 总之,养在深归里的公主,虽说有着天下女性都羡慕得富裕的生活,但归根结底,她们不过是一群养在金丝龙里面的金丝雀。 毫无自由可言。 嫁给自己国家的臣子这种结局在我们现在看来还算不错的。 虽然公主嫁于臣子属于下嫁,但是,她至少婚后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至少结婚过后,她还是有着公主的头衔,有着趾高气扬的底气。 然而,像那些远嫁一国他乡用于和亲的公主们,她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离开自己的故土,去往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而后嫁给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其内心的彷徨和无措大概也只有她自己清楚。 不仅如此,身为去和亲的公主理应一太端庄,知书达理。 因为在外面,她代表的是自己国家的尊严。 奇女的悲剧正是古代封建社会女性凄惨命运的典型。 作为公主,她不仅没能享受到幸福的生活,反而为了国家牺牲了自己的未来,远嫁她国后更是被凌辱而死。 她的牺牲保护了奇国的百姓,她的故事应该被我们牢记。 从古至今,无数的女人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这是她们无法改变自己的结局,只能任由其发展下去,命好的话,嫁一个好老公,一辈子能衣食无忧命,不好的话,只能抑郁而终,英年早逝。 其实,作为正直的附属品,公主并没有想象中的光鲜亮丽,被皇帝宠爱的公主最终还是会被送到敌国,嫁为人妇,她们的烦恼有多深重,只是常人无法理解罢了。 公主的生活是让人羡慕的,但她们的作用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创造了她们在那个时代的悲剧。 这使得我们不禁想起自己如今的生活是否比她们开心一万倍,感兴趣的话订阅一下吧。 在婚姻的围城里,类似的是每天都在上演,很多女人结婚后,发现和老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这时候既不想办法和老公沟通,拉近距离从而挽救婚姻,又给自己找各种借口而不去结束婚姻,结果在抱怨声中毁掉了自己和对方的青春,这又何苦呢? 现代社会,女性的地位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特别是在中国,推翻封建旧社会后,建立了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女性和男性享有平等的地位,她们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份子。 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女性和女性争莲人的教育行性和就对方的美与市 bund。 简单是对方的帮助人员在设设计社会主义房里,写所义的座情和理想地发生的变成。 是对方设计竟点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